胡杏儿善与老公合影,粗腰和发距限量了!网友,夫妻俩都胖了! 春节期间,不少明星选择应景休假带住家人外出旅游,香港女星胡杏儿在微博分享了一组动态,原来她也加入了春节游大军,和老公李承德到泰国游玩,并且还特别感性地记录了对自己幸福婚姻的一些感目,还贴了两个表情,表示相亲相爱。 永远快乐! 不少网友看到胡杏儿分享这么甜蜜的幸福时刻,纷纷送上祝福! 说幸福的婚姻让杏儿越来越美,这种幸福感一看就不是装出来的! 也有不少网友说,看到了胡杏儿和老公的恩爱模样,自己更加想要嫁给爱情,嗯?胡杏儿这波分享是妥妥的正能了啦! 当然更多的网友实在感叹,胡杏儿和李承德越来越有夫妻像,并且说两人非常登对,还有网友继续喊话说要幸福! 确实,从这种合影来看,胡杏儿和老公笑起来的感觉真的很像像啊,这大概就是夫妻像吧! 不过呢,也正是这种近距离的正面自拍合影,让网友发现胡杏儿有了比较明显的突发情况! 看胡杏儿的发际线,其实已经很高了,而且右侧额头的发际线更高更严重一点! 网友们也是发现了胡杏儿的发际线问题,在评论区各种画风险时的讨论起来! 有的网友看到胡杏儿这样的发际线很快想到了自己! 越来越多的女性网友加入到产后突发的讨论队伍中,并且说得越来越热乎,大家看到胡杏儿的发际线开始讨论自己,对产后突发现象有焦虑有无奈,但不少网友也不让自黑! 胡杏儿除了发际线亮了之外,她的粗腰也是焦点! 从这张合影来看,胡杏儿很明显的是胖了不少呢,尤其是腰部,对于女明星来说算是很粗的类型了! 大概是产后还没有积极进行瘦身计划吧,而是享受的乐趣并不及于身材管理! 已经有网友和夫子一样,发现了胡杏儿身在还没有恢复到苗条阶段,说她胖了,也有说她俩都幸福肥了! 其实不止胡杏儿变胖,李承德也是胖了几分啊! 看之前胡杏儿拍的婚纱照,非常鲜瘦啊,想来每个女性在拍婚纱照期间,都会适当地控制一下体重,力求展现最完美的身材和状态啊! 这张拍的极美,自然的力量映射在现实的爱情中,有助难以言说的奇妙感,有想要拍婚纱照的朋友们,不妨马克学习一下了! 2015年12月,胡杏儿嫁给了李承德 婚礼当天两人穿的是中式礼服,胡杏儿还发文说,我准备好了,一脸的甜笑,幸福感一语言表啊! 从婚礼现场照片来看,胡杏儿和李承德是挺品瘦的,尤其是杏儿,真的很瘦脸也很小 两人食指紧扣,胡杏儿两手,满脖子的金镯子太抢眼! 虽然李承德不是明星,但他的颜值算是青年才俊中的担当了 面向镜头,大方地晒出婚戒并分享幸福时刻,那时候的胡杏儿真的很感恩吧! 毕竟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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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爱情故事中,胡杏儿是经历波折后才遇到的李承德 还记得他过36岁生日时,哭着倒在李承德怀里的时刻,虽说当时两人还在相恋阶段,但这一个举动已经说明胡杏儿找到了此生的幸福依靠啊! 嫁给爱情,去了真爱,胡杏儿和李承德,婚后恩爱如何不变胖呢?祝福吧!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